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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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J33007 什麼002 J33 請問一下你有聽到嗎 有來J33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那個40塊41 是台北市人 41歲台北市的朋友 好來台北人來 你好那個天龍人你好 先教一下主題好了 誰炸了北溪二號 其實這個東西永遠都是歷史遺案 當然理論上 當然是俄羅 不是俄羅斯講錯了 美國炸雞表 但是美國絕對不會承認 而那個 根據美國對輿論的掌控性來說 好吧我直接說覺得 到最後變成是會是俄羅斯做的 不管實際上是不是他做 這已經不重要了 講的差不多了 然後川普第三次世界上在台灣 這個是有點矛盾 因為大陸看他現在的行為是 太想要武統的 大陸要武統的話 因為台灣也不會主動獨立 台灣不主動獨立 大陸不主動獨立 大陸不主動武統 那會永遠獨下去 那大陸被逼動手 大概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 這有可能性 就是美國有沒有可能會 遍面就是不管台灣怎麼想 遍面承認台灣獨立 遍面承認台灣獨立 就是假設 當然這是個假設 假設美國明天遍面 就是不管台灣怎麼想 宣布說啊 我承認台灣獨立 我承認 台灣共和國 或我承認台灣國 那這樣大陸會不會攻擊呢 因為 這點我跟我朋友討論過 他有個很有確決的 他說可能不會打 但是呢 這將會 讓大陸 大陸被迫 必須逼迫台商表態 而台商為了錢 一定會 那個支持大陸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問題就講完 然後 蔡英文說什麼 建立國防教工部 就是校園 這就是搞笑的主意標 為什麼呢 就是當年國民黨 我想大家都有說 大家這是老人才會記得 像我們這種老人 年輕人記不得了 因為當年教官 是怎麼被醜化呢 教官被醜化成說 是國民黨威權理智啊 什麼黨政打手啊 然後仿製的是 現在教官為什麼又需要呢 我覺得這個是 蔡英文的蠢 為什麼呢 因為蔡英文在妄想 她妄想以為說 教官保持在校園 或者是親律 或者是民進黨化 就可以建立國防 這是錯誤的 這是多此一舉 這個叫 這個叫做化蛇 化蛇天竹 其實 台灣現在 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87 大家都 大家都是天然毒了 所以說其實 你教官有沒有退出 對於建立國防 跟有沒有權力 其實 都是沒有必要的化蛇天竹 你這樣做 反而會引起台灣人的反感 你覺得會嗎 然後就 我直接講 會 但是這不會影響民進黨執政 嗯 那會罵 頭會頭 你應該聽得懂的意思 就是 年輕人會罵民進黨 但是他還是會勾勾勾勾下去的 嗯 那就再講 民主自由價值 好吧 這就有個問題 民主價值 民主跟自由價值值不值得捍衛 答案是值得 但是是否值得我們去 當兵 或我們去台獨 或者我們去那個打一仗 然後 然後死傷慘重 死個一千萬人 或死個兩千萬人去捍衛 嗯 我覺得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 台灣人不願意統一呢 好吧 因為我喜歡 我是歷史系列 我喜歡講一個梗 好吧 我再講一個梗 你說台灣人不願意跟對岸統一 好 我講一個梗 這個梗會比較長一點 就是 就是 蒼和皮之戰 就是 這是南北朝 一個重要的節點 就是說 當年蒼和皮之戰 那個 托拔龜 他那個屠殺 屠殺那個厚燕降族 幾萬人 這是事實 這也不是造假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那個 托拔龜在進攻 進攻 厚燕後來其他領土的時候 然後 當然厚燕人民 當然就堅守不詳 然後 那個 也為了這樣 你就喊話 你們不趕快投降 你們不怕成破後 慘遭屠殺嗎 他說 他說 這很簡單啊 根據先 根據現在 先前的這些 他就只 蒼和皮之戰 我們投降照樣被屠殺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要抵抗 我們並不是想要對抗你們 我們只是卑微的 想要多活幾天而已啊 說這個 這種想法其實也能反映台灣的心態 我們並不想對抗大陸啊 嗯 我們只是想要多享受民主跟自由幾天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大陸現在很多東西就可笑啊 你看同樣是 同樣是論壇 當然 英俗幣他偶爾也會三流 三流也會進啊 我自己也都英俗幣進了啊 但是人家進的比例跟那個 跟你跟你不能相比比 因為大陸一直也問你他 他經常過度管理 嗯 如果是叫 這個過去傳統史書的觀點 也就是說 這個叫做 以明察 就自由明察 以明察而至今 嗯 就是毛病就是類似什麼呢 類似 啊對 類似蛇問地 以明察為至今 這種過度管理 到最後 必然會引發反彈的 嗯 所以 我講的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台灣人就是 想要多 多自由幾天 能夠多自由幾天 就是幾天 就是這樣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這很諷刺啊 我們明明是在討論 中國或大陸的事情 但是我們卻不得不 要用外國 因為discard的一定是外國軟體 我們不得不用外國的軟體去討論 這不是一個諷刺啊 我當然知道為什麼 不能用中國那個 因為 假設你用中國軟體討論 你馬上會被禁撥 因為 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講說 因為大陸 不管政府或媒體 他不會讓你去談這個的 就是這樣子 我不可能在什麼B站 其實我B站已經被BAN掉了 所以說講白一點 並不是說你 並不是說你不愛國 也不是說我不愛國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啊什麼 看台的人 有什麼反賊 他不愛國 這是體制 逼著你 必須這麼做啊 道路人可能很喜歡老色 老色的那個 那個什麼 老色 有一句名言 就是說 大家總是講要愛國 對啊 我會很愛國 可是誰的愛我呢 哼 就這樣講完了 差不多了 我覺得要給其他人一些機會啊 謝謝你的機會 留言 真的很謝謝你 因為第一次我不會開Mine 所以說我那個沒有辦法上去 第二次我忘記關於 關於Youtube 所以說講得順 那這次聲音有比較好一點嗎 有有有有 這次聲音 聲音好多了 那就謝謝你了 那就謝謝你了 不會不會不會 歡迎你那個多多上Mine 好 我也希望那個 劉傑克您給我機會 好 引經句點了 講得不錯 那個 好 那個什麼什麼之戰 我都 我都沒好像都沒讀過這一段 你可以上網查 參是那個 參加的參和 參和平之戰 就是說 北魏雲沙 雲沙香爐的故事 我相信 因為這是什麼 就是造牙 我相信我相信 但是因為我 我自問我自己歷史還算不錯的人 但是因為這個魏晉南北朝這一段是太亂了 因為這個事比較冷門 能夠讀到這麼細 那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我是歷史系畢業的 我熱愛歷史 不過我唯一確定是歷史系畢業很難找工作 就是這樣子 好了 就不一定了 就是還是要看了 能夠找到你自己的路就盡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 好不好 好 那謝謝你 對了 我是歷史系異業的 其實我也算歷史系業 我是碩士 碩士異業 碩士異業 我大學當然是要畢業 我也是碩士異業的 我碩士也沒讀完 唉 你能當台商 我只念你一個學期而已 你能當台商 你能當台商也不錯 聽說台商如果賺錢的生活可以過得不錯 聽說是這樣子 嘿嘿嘿 我現在也不是台商了 好啦 是喔 呵呵呵 好啦 台商生意太忙了 就沒時間開麥了 欸好啦 那個那那謝謝 謝謝這位台北的這個朋友 好好好 歡迎你下次再上來 OK好 知道知道謝謝 好好拜拜拜拜 拜拜 嗯再見 好來 下一位 嗯